就在这里吵 就在这里闹 那么神在这里来了 好地儿 好还有 给我站住来 你这边 再做一遍 来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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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生有七个孩子 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就视频中这位34岁的漂亮妈妈 他们一家酒口在网上突然爆火 出门逛街带着七个孩子 那回头率就是在炸街呀 网友觉得家里没点实力 没人敢这么生呀 但是他们的生活 真的令人羡慕又热闹 一般人还真体会不到这样的快乐 那拥有七个孩子的父母 是怎么做到语录均粘呢 今天小李带大家走进 酒口之家的幸福人生 自媒体名深圳汪汪家 34岁的宝妈 用时13年生了七个娃爆火网络 真是婆婆给她一个病 她还婆婆一个脸 他们一家来自深圳 目前经营的是服装生意 每天日常拍摄孩子们的生活 一家酒口齐乐融融 平日里孩子们和爸妈出门 身穿亲子装出门 那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 很多人都想着要个独生子 甚至还要不想要孩子的 因为感觉生孩子是负担 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13年生了七个的宝妈 然而很难相信 毕竟生孩子很简单 但是养孩子却是个大难题 当时宝妈也表示 为什么生这么多孩子 只言不想浪费老公的好记忆 一家子每天都非常的热闹 在吃饭的时候 好像在饭堂吃饭 需要排队打饭 每天晚上休息 孩子们排队跟妈妈说晚安 硬生生把生活过成了流水线 很多网友表示 家里有七个娃说明 家里有矿 其实他们并没有 大家想象的非常富有 他们拥有自己的服装厂 只是属于高收入人群 并且可以从视频中看出 宝妈每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可见他们一家是多么的融洽幸福 俗话说的好 门前有车不算负 家里有人才是富 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开心就是幸福 可见这些话说的多么正确 虽然生了七个孩子 但是宝妈的颜值很高 身材丝毫没有变形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所以在他们爆火后 出现很多质疑的生命 觉得七个孩子 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生的 也许是剧本 也许是百派等等不好的言语 但是大部分网友 还是心疼宝妈的身体 羡慕他们一家酒口的幸福生活 毕竟生七个孩子 对身体的负担会很大 宝妈也经常在直播中 解答很多网友的疑问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宝妈可以对七个孩子语入均栈 培养长大的宝贝来照顾小的 多给孩子梳理人生观价值观 让他们健康成长 当然了每个家庭生活都是不一样的 生孩子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家庭状况 两立而行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弹幕来讨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给点赞关注吧 我是李老道说 关注下期视频更加精彩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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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